你現在又幹了一下我大家的事情 教會你套被子 也沒有教會啦 就是 喚醒你套被子的技能 為什麼你這個好像還大了呢 對他這個整號就是比平時的要大 嗨 我今天的劉海他非常的奇怪 所以 所以我剛剛拯救了一下我的劉海 不請自來 哈嘍 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什麼好消息 考試通過了是嗎 嘉儀 天哪 很久沒有直播了哟 我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見面了哟 有沒有想我啊 有吧 好吧 晚上好呀 你們想我吧 一定有 不管你們有沒有 反正必須有 好嗎 還有這種人呢 確實是沒有怎麼想 移 您家姨怎麼樣我棒不棒 棒棒 我也要把這個再鋪上去 你們再給你看 棒棒棒 想我的 啊 考試沒過 但是老師說你最好錄幾個 拿錄取通知書的準備 好 那 為什麼 你抖一抖就好了 要不就是床單 呃被子太小床套 呃這這這這被罩太大 三分之一想我啊 差一點點 來了來了 剛才看 剛才看完美比賽 我準備明天看 明天兩點鐘 二十五號兩點鐘 女排打多少次 我明天看 明天每天問 對 只有腦課裡一直回想 都在看HG星空眼 都在看嗎 那下播了 那我下播了 我不開心我也沒看 晚上好 你們這裡給淹了那是哪啊 你那 咦又是 對我現在就都是這個 我不開心 因為我不是剛剛那個嗎 我記得好清楚啊 對因為我想看女排 所以我就 我就那 啊再看 手眼已經手眼了嗎 我看一下 你也因為邵欣客橋 邵欣那一片了 我拍了照片 謝謝誠哥那一片 謝謝誠哥 邵欣 是因為煙荒嗎 別看了 MC那不看 到家了嗎 我今天 媽媽 你看 林佳儀教會了我 如何套被子 我現在借她的套了一下 她把 因為她把她的裝屋子 弄到了我的床單上 所以呢 她就給了我一個她的新被套 我今天剛剛教會了余佳衛套被子 非常好 我覺得 自從余佳衛跟我住之後呢 她的媽媽應該很放心 余佳衛的自我生活能力 謝謝一加二等於三的春天的奶茶 劉海怎麼這樣 可別說了 我本來 劉海是好的 然後呢 雞尾雲的時候 無數次的把那個毛巾把劉海飛上去 飛了好幾次好幾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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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那個 那個 星座的時候 無數次吸到那個余佳衛胳 胳膊上的毛 導致我 超級難受在台上 超難受 就是那個那個毛吸在我 天啊 確實要忍心 謝謝睡醒的 秋天的奶茶 哦 這裡頭像是我畫的耶 別心了 好吧 然後今天店員的時候 我也是 直到那個哥哥來給我拍完照 我才知道我的瀏海是分開的 你們來的時候怎麼不跟我說呢 你們應該說了 應該已經瀏海分叉了 我就會整理一下 我在門口坐了這麼久 大家豈不是都看見我 我機密的發跡線了 晚上好呀 還是 還是 還是我好看 好的 但是沒做頭髮 我的瀏海也不得 也不是分開的呢 就是 有反圖嗎 沒有 沒有 只要沒人說就不會覺得射死 只要我不說 你們不說 你們都不知道 假裝不知道 就好 晚上好呀 收販圖去了 應該沒有吧 店員的時候應該是沒有販圖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 雞尾雲的時候 瀏海飛上去的時候 又沒有販圖 鋼鐵之一太好笑了 鋼鐵之一先 先出來 出來之後呢 撞著了 撞著了瑜伽位 撞著了瑜伽位之後呢 我整個人一慌啊 完蛋了 然後我就開始 開始崩潰 謝謝 Blake的酒票 謝謝Blake 今天造型特別害怕 不敢說 不是的 是 實在來不及了 然後今天造型是姐姐 可能因為颱風的關係 她遲到了 她遲到了之後呢 我們店員就排了很久 然後呢 至少到12點了 然後我就說那就出去坐著吧 然後就沒有坐頭 鋼鐵之一 鋼鐵之一 還有那個眼神加速度 我 我出道這麼一百一十幾天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二天 我出道一百一 一百一十二天 一百四十二天 一百一十二天 一百一十二天 遇到了人生的三個大坎 星座 眼神加速度 還有一首那個叫什麼 剩下好聲音 剩下好聲音 謝謝 謝謝 龜姿的秋天的奶茶 謝謝 小生的氣球小熊 邊上是什麼 邊上 邊上是我的蝴蝶結 真的一年難 你們知道為什麼前兩晚 昨天晚上到兩點多 才在搞嗎 因為 因為 昨天我跟伍伯寒差點在 練習室裡面崩潰的爆哭 就是因為眼神加速度 這首歌 秋辭 為什麼是秋辭啊 你這個不是龜嗎 明天好像點不了外賣 但是我們中心食堂有吃的呀 小魚明年就可以直播 他要到明年的七號 我這件是迪士尼聯名款 對 今天的那個造型師哥哥 就是拍拍照的哥哥也說 他說 他說你這衣服是迪士尼姓出的嗎 我說不是啊 只是聯名而已 秋辭 他是六月七號的生日吧 對呀 他要到明年的六月七號 再糾結 要不要去看新公演 H隊的那個名 誰這麼想我 秋辭 誰知道你這是秋辭 秋辭的意思是 邊上是五波函嗎 哦 邊上不是五波函 邊上是瑜伽位 不知道 新ID 我包含不是我的室友 我無法糊塗 今天每一個來找我店員的人都說 哇你今天的衣服好好看啊 然後今天的攝影師哥哥也說 哇你今天的衣服好好看 真好 總算有一次大家誇我 哇你今天的衣服好好看啊 你沒 那你是不是承認了我今天衣服很好看 那就四十五入等於你誇了我今天衣服好好看 就是不誇髮型好好看 因為今天根本就沒有做髮型 呃店員的時候沒有做髮型 他可以在我直播間露臉嗎 不知道欸 好像不行吧 可以露聲音 你有話要想跟他說嗎 不允許 哈哈哈哈 家也好 可以謝謝你 看著你的頭像 我也是很難想像 從你的嘴巴就說出我很好看 這件事情 像小學生穿搖的衣服 哪裡 我今天 多麼的 多麼的可愛呀 不像小公主嗎 快誇我 像小公主 我等著 你們不誇我就不動 硬起你 你別 你不動好了 老公主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有人說是老公主啊 大家秉勞 秉住 我 哼 哼 好酷 塗都結崩 那是你 你的問題 哪有讓人刻意誇得 那你們也不主動誇 你夾過去 你們不主動誇 那我就只能 只能我強求了 我以為你們會很主動 但是沒想到 果然還是我自作多情 生氣 不是天天說我可愛了嗎 你們特別的恭維 人家姨姨 姨姨什麼 你們就說 蛇行叫手 衝衝跳 哇 好久沒有跳三小孩 順了 我現在感覺我腦子裡有點水 就是我的耳朵 它嗡嗡的 有點癢癢的 我是不是腦子有點水 嗨晚上好 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是感覺 我耳朵很癢 然後它裡面就是 我總感覺 可能昨天洗頭的時候 進水了 是耳朵進水的 不是腦子進水的 我晃蕩晃蕩 聽聽有沒有聲音 沒有 因為是一團降乎 所以沒有聲音 好大的水聲 只有降乎聲沒有水聲 前輩們今天公演結束之後 所有人都在說 終於解放了 終於解放了 然後只有我們幾個 幾個很難過 因為我們馬上又要投入下一場 特別難 特別難的東西 謝謝丁峰悠悠的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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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不難過嗎 這個欣賞不標準是吧 就是 就是難 就是難在 我自己抽了第10個 一共幾個 一共11個 不是最後一個是小群 我是倒數第二個 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一共有11個人拉票 然後呢 大家都有自己想要的次數 然後呢 大家就抱自己想要第幾個 我從頭到尾 我就抱自己第五個 從來都沒有人跟我撞 然後呢 他們前面就是 製骰子 就是有那個 有撞起來的就製骰子 他們一個一個 輪下來之後呢 說唉 這個感覺大家都很想前面 所以 所以那個 然後 我們就說 唉那我們就抽籤吧 就是用那個抽籤的小程序 然後那時候跟小魚在吃飯 吃飯的時候沒抽 最後 小魚抽完說他第六個 是吧 你看今天抽 抽完說他自己第六個 然後我一抽 我拿到看到那一和零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是註定的吧 畢竟人也叫零加一 裡面擁有一和零 所以第十個就讓我包了 不得不看到最後留下來進場 真好 真好 希望 希望拉票的時候台下還能做這些人 第二 一他們好像就是 一他們都挺想當第一個的 因為很多助言有事情 所以不行 我倒不想當第一個 改名01都行 不行 01是一個男明星的名字 你會到最後辛苦大家 都想當第一個 因為他們都有事 估計要到11點算到我 而且好像說 前面還有大MC的自我介紹 那感覺要更久了 你們回家會有會有車嗎 你們要是回家沒有車的話 我也不會包車的 我有助演嘉賓嗎 有的 我一共三個節目 有兩個節目有助演嘉賓 第一個是誰啊 第一個是欣欣 李行眼是欣欣 傳下去 林嘉一不想當你 林嘉一不想當你 看我眼睛畫了 你後來有什麼區別嗎 屏幕超微 我開大巴車送你們回去 那要怎麼也得開個拖拉機吧 多拉風了 大巴車不好 欣欣是誰 李行雁啊 李行雁我們多叫她欣欣啊 現在出不了是她難受了 是因為 是因為疫情嗎 還是因為颱風啊 因為我本來以為今天是颱風 然後呢 我現在不是那個 走進一間房四面都是牆嗎 然後我就今天想的是 我說 哎呀出去的時候應該是狂風大作吧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哎呀我們今天工業也不會取消吧 沒想到 沒想到 出門的時候 只有一點點毛毛雨 到劇場 店員的時候 都有點出太陽 這就是颱風 還壓上了 你沒看過環珠格格嗎 這是小燕子的詩啊 走進一間房 四面都是牆 抬頭見老鼠 低頭見蟑螂 你們沒有聽過小燕子的詩嗎 明天颱風暴雨 明天颱風暴雨 那你們明天 在家裡怪怪待著喔 你們要跟我一起看排球嗎 要不我明天兩點開個電台 我們一起看排球 算了 算了 不要 不想跟你們一起 不是沒有嫌棄你們 別別 那你們也沒有強烈的要求說 林嘉儀你看女排的時候 我們一起吧 你們也沒說呀 你們沒說 大概就是不想吧 你們沒說大概就是不想吧 剛洗好澡在聊什麼話題 在說 不要電台要直播不行 明天兩點 我明天大概 我實話告訴你們 明天大概會睡得比較晚 因為我昨天晚上只睡了兩個小時 六點鐘 六點鐘睡了 八點鐘起 晚上兩點 不是 就是 就是昨天晚上睡了兩個小時 不知道我為什麼睡不著 所以今天可能會 今晚播到幾點馬上下 所以今天可能會 播到二十二分馬上下 哈哈 所以不用出鏡你們一起看 啊就是你們看著拍的 然後看嗎 你們不能自己找一個平台看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以解說嗎 我 我的解說你們確定想聽嗎 我可以說哇好球 哇看頭 哇現在是幾比幾 哇剛剛誰誰誰 哇好厲害 你們想聽嗎 你們確定嗎 認真的嗎 比較想看我 但是明天可能沒有我 哇太厲害了 剛剛那個誰誰誰 特別強 那個誰誰誰 特別強 我大概只能跟你們說這些 你們確定 認真的 那你們有別的設備 可以自己打開拍球嗎 你們沒有 就是不想化妝被對 實話實說就是不想化妝 我能叫得出名字嗎 女排的成員我基本的叫得出名字 因為人家背後寫了名字啊 女排應該好看點 我只看得懂女排 女足我看不懂 女足剛我看了推送說4比4 這項目挺好的 兩個手機和屏幕 對有個白雪公主 因為它是好像是和迪士尼連名的 女子重劍 重劍是什麼劍 很重的劍嗎 是很重的劍嗎 重劍重劍是什麼劍 我只知道雞劍 對啊重劍是什麼 是很重的劍嗎 是那個重嗎 就是現在 現在要有一個特別有文化的人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重劍 雙手劍 雙手劍 拿兩個 拿兩把劍這樣的嗎 哈哈哈哈 這樣 哈哈哈哈 我就當雞劍就好 我當然知道雞劍了 我多少還是有點文化的吧 全身有效的攻擊 確實也中 護手會 護手是什麼 什麼時候把名字改成一B了 啊 重劍 這我都知道 我多少還是知道一點 過了 重劍就是 全身都是有效部位 雙方同時擊中都算得分 那雞劍跟 雞劍 雞劍跟重劍的區別就是 把劍種下去看能不能伸小劍 哈哈哈哈 那雞劍就是 我記得雞劍好像要戴一個頭盔 然後穿個白色的衣服 他的劍上有個紅點點 然後你戳到他的哪個部位 然後呢他就得分了 那重劍可以打臉嗎 花劍和配件 配件我知道 花劍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會賺這個 我以前學過一點點這個 就是劍花 不可以打臉 看 重劍是 機件是大象 重劍是 哦 我懂耶 就是SH40A底下的 GNZ和BJ的這種關係 是不是 好的我知道 為什麼想打臉 溫柔一點 重劍打全身都可以 那重劍就可以打臉 就不是那個頭盔就可以拿那一件去戳它 我好像對打臉很有興趣 對 就是 對 打人當然要打臉了 只是個比賽 我說的像玩命 林佳儀 幹什麼 你自己 你自己穿成這個樣子 你還不讓人家看 林佳儀 你怎麼這樣 我都沒嫌辣眼睛 你還叫 怎麼這樣 林佳儀 叫的全世界 叫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哼 所以你了 沒什麼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沒有 不行 這麼說我 我沒有 你們是還記得我昨天的高中筆記嗎 他噴了好多空氣氣心劑呀 我鼻子裡本來就有很多出兔那件衣服的毛毛 現在更難受 有個朋友也想看 看不了 這個東西真的看不了 這個看了 要出事情 真的看不 真的看不 重劍奪金 在上一季奧運會是銅牌 他突破了自己 他養成了 他變了 他變得特別厲害 他養成了就像我一樣 我這兩天在剪視頻 我看到了出道的我 我覺得 然後我就告訴小後輩 我說 出道那天一定要認認真真的好好化妝 我說別 那什麼 以後後悔的 裕三家到第一了 思維和化 所有人大家都思維和化了吧 人家一上課實在想什麼 我那兩個字寫出來的時候我都震驚了好嗎 我怎麼會寫出這個東西 反射中書 是 是大腦和脊髓 反射中書 小後輩化妝厲害嗎 小後輩天生立直 不用化妝也很漂亮 我多會生 這身 好精緻 謝謝你 今天三年那首累不累不累 還好 不是三年那首 其實是昨天才剛剛排出來的 所以就很累 而且連衣服都是五不寒的 謝謝吃個乖乖的秋天的奶茶 謝謝淘淘的九九九 謝謝你的九九 謝謝你呀 感謝你對林嘉儀的支持 感謝你對林嘉儀的支持 祝你在 祝你在以後的日子裡 甜甜 也可以吧 甜甜蜜蜜 健健康康 不論颱風暴雨 還是洪水 都永遠上不了你 感恩 謝謝誠哥的巧克力 突然錯定下心了 別游了害怕 啊那現在你們都覺得游了 那我發言時刻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我寫的特別的游 而不是特別的真情實感 就是 扭成麻花了我沒有 小曲小曲可能是因為她穿的太多了吧 她穿了個 她穿了件睡衣還穿了個披風 她能不熱嗎 昨天才剛剛排完才排完那個三連 就是 剩下好聲音 黑白格子裙和清純哲學 發言的表演都準備好了嗎 沒有 沒有 28好像要去彩排 29就要演了 一共就 就四天三天了吧 我連到現在有一首歌的衣服都不知道穿什麼 不能真情實感害怕 我的真情實感一般就只有一半 就是 夾雜著玩笑話和 對我覺得我還說了蠻幾句玩笑話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get到我的點 有時間就練習 對啊就是從明天開始又要待在那 之前不是排了好久嗎 之前排的全部都是這場公演 之前所有時間都在排這個 我們的三連也是昨天晚上 十點多剛剛拉出來 所以才 昨天很晚就是因為昨天十點多 前輩們 回來然後我們重新再拍 去服裝房閉著眼選一遍 不行 不能隨便 請用嚴謹的語句讀 大家好 我是 這樣子嗎 多少真心話在玩笑中說出 那就要看你們懂不懂了 你們如果懂的話呢 就不需要再解釋一遍 你們如果不懂呢 那也沒有辦法 我們的主演都是連在一起 對因為我們的主演基本都是同氣聲 然後你們可能要聽到林佳儀唱歌了 實話實說 林佳儀可能要唱歌給你們聽了 那個採訪的語氣有點搞笑 因為我不想太正經 所以我就搞得好像很不正經的樣子 可以先開嗓 比如說 比如說 Спaney 開場怎麼看來 ska do唱什麼的 太期待嘉義的歌聲了 逗扭 我就说嘛 这个都吧 就是不可以在那个 不可以在那个 不可以在那个 直播的时候弄 因为真的很丑 唱歌会先去录音吗 这个声唱哦 这可不录音哦 这可声唱哦 要唱歌的强的 就是你们做好准备吧 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做好准备吧 听完开嗓 你就先跑了 我又不会在台上给你们嘟 我现在唱唱 今天也不行 林嘉宜是随便唱歌的吗 林嘉宜会随便给你们唱歌吗 当然不会 哎又不是我一个人唱 是大家一起唱的 只是林嘉宜也唱了而已 把你室友吵起 我又不是唱青藏高原 也不是让死了都要爱 我恶心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再说我恶心 我就生气了 看来是核弹极歌 就是 就好像 你们听人家一唱歌吧 心里的感觉是这样 它好像在吊声 它又好像不在吊声 仔细听听它 也没跑掉 但莫名其妙听着又不像原来那首歌 就是这样 那我就一直这样子 跟你们说拉屁 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 我真情是感觉 太久远了 要不来说 你可以回去补打 听过来吧 林嘉宜人家唱歌要钱 林嘉宜唱歌要命 今天 嘉宜的刘海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的刘海 已经是我全力的 拯救完之后的事情 就是 我今天在台上更吓人 音色很好听 那大概就是因为 我的声音很好听 只是因为没有学过唱歌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发生吧 命给我 我唱吧 别怕 别怕 真的 你们想想 我都唱您这个夏天 进入插队了 是不是 我 而且在我终审的时候 那个 我们子杰爸爸 听我唱歌的时候 都是这么听的 他这样坐在那里 然后 这样听 子杰爸爸就是这么 这样听 今天来一曲不行 我觉得你们命 还是留在29号吧 这两天我还想多见见你们 腔调 你唱歌是音响吗 我拿着话筒唱了 他可能在听 我再不在电路上 睡前看一看直播 你怕吓得你起来 哪里啊 可能这是什么歌 好熟啊 领导心理素质强 直接爸爸跟他耳朵不 我觉得直接爸爸唱歌很好听的 你们没有听过那个 你知道我在推你吗 你们没听过吗 领导 领导见过的大风大浪太多了 确实 我跳舞的 不是我终审的舞蹈都是solo 就是那个 就是韩国的那个solo 你们看我当时多自信 都愿意都会跳这种 太吓人了 听说老总考核 我们都得戴耳塞 只有老师才 我们那天没有老师戴 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就是 什么时候给你们看看 太吓人了 你们想想我在厕所吧的 这个能怎么样 明确 对就是那天我在房间说的 那你们想想我在厕所吧的 拿个厕所吧 我连镜子都没有照 那天 啥时候给你们看 有空吧 有机会吧 就是等我再进步进步吧 要不现场来一首歌 哼 你 拒绝 打妹 谢谢白虎子 老叠叉 巧克力 可美个花 等着三百块 三十块吧 因为我 选了一首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性感的歌 但是在我的构思 构思里面呢 他蛮性感 然后我那天试着跳了跳吧 但性感完全不搭桿 就是 谢谢 ZYN那条黄圆的巧克力 本质是甜美 我现在也发现了 今天有我的 真的 谢谢 变成个儿童舞蹈 我就怕录完音之后也是那个 我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我是夏天的最后一杯奶茶 可以表演广播挺 我就是很怕跳成广播挺仓呢 剩下那边三首儿童舞蹈 我们剩下那边三首儿童舞蹈 是吧 我觉得我一跳那点也不性感 我的黑白格子群 剩下好声音还有青春哲学 好像都是 那个 可以看 我看看 夏天喝可乐吧 最近不能喝可乐 因为脸刚刚好一些 所以就 为了拉票的时候 见到大家 非常的 比之前要 好一些 哇 这个人气是认真的吗 187.5万这个人气是认真的吗 这是我 我 这个人气 哇 好漂亮 什么人气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B站的直播人气 一把我刚刚看了一眼 然后我就 我在看啥看Unit 我等一下悄悄的晚上看 我不跟你们一起看 那你们明天要不要看排球啊 我怕你们看不懂 你们看那种排球吗 或许你们喜欢看吗 或者说 听我解说我就看 那是我 我的解说就是 哇 他好厉害 哇 他进球了 哇 他篮网了 哇 他探头了 哇 他打了一个小短球 就是这 哇 他救起来了 哇 他定起来了 哇 就是这样 看不懂体育迷你真的 那我们就 那开个电台你们听我说 还是 就开个电台你们听我说话 这样我就可以躺着看 我真好奇怪 把袜去掉就很 喜欢看球 我也是喜欢看 狼知道 叫我下一回上场 快去热身 你不知道吧 其实每一个叫暂停的时候 剩下的替补球员都会跑上场去热身的 因为万一呢 你们知道有一场 有一场就是快赢了 然后狼知道 就是一次发球 喊停一次 一次发球喊停一次 让去奥运会的 还是去世界杯的所有球员都上去 打了一个 就是摸了一下球 你们知道吗 意思是吗 也是因为要调到铃 听我点说 被飞 被飞我也听得懂 就是 就是这个球是这样过来的吧 正常人不是得这么垫吗 这么垫 然后这个人这样子 但是他这么垫的话呢 就是这个球从我的面前 跑到后面去了 我这个就要被飞 怎么样 我是不是厉害 我这个身高下地快 那我可能整场都在地上 当次用人 用脸接球 不好吧 人家是靠脸吃饭的耶 复工之势二传吧 被飞不就是这么飞的吗 然后 然后 第二个 打过去 我真的会打排球吗 我真的会 我大一的体育 必修课就是打排球 就是 颠球 跟对着球 对着墙颠 那个时候打完 就是 就是 这一块 这一块全部都是屋子 淤雪吧 那个 应该叫淤雪 因为没有热身 那种 今天公演服务 今天公演太差了 那么好多没有电 对方一传会一直追发我 直接发球就打我了吗 贝飞 贝飞不是复工的快工战术吗 不是二传的吗 难道是复工的 不是二传吗 我看了 我不会 我不会用 林家月 林家月你告诉我一下 贝飞是二传的 还是 还是复工的呀 我不会是个假球迷吧 我不会只看脸了吧 这是个战术 我跳错了吗 我跳错了 嘉宜为什么叫倩倩 因为我的曾用名 我的曾用名 我的曾用名 就叫倩倩 我妹妹在那 我妹妹在上面 二传组织 哦 那对不起吗 我现在知道了吗 贝飞是 贝飞是复工的 什么复工下球 是 我为什么不去看艺术体操呢 因为 因为他们比我漂亮 我不喜欢 不是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吗 我看球 我看球就是 我看球就是那个 我跟你们说了吗 我看球就是 哇他好厉害 哇他 哇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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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们说了吗 女人的拍比 就是 见不得比自己 没有没有 对 原来对 小林是妹妹 我上场的话 应该是后排队员 不需要被飞 我应该也飞不起来 就是 然后我一直觉得 朱婷长得跟我妹妹很像 就是我真的一直觉得朱婷跟我妹妹长得很像 然后 飞起来也没网高 就我这个弹跳力 就我这个弹跳力 你想想工艺啊飞不起来了 别说在排球场上 我这个身高 我可以去排球队的 我这个身高去排球队做什么呢 做拖地板的那个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排球队有拖地板的那个吗 就是他们不是摔完了身上有汗 然后地板上就滑滑的了吗 然后我就会去 我就可以去拖地板 我还可以去擦球 就是那个球不是都是汗吗 然后我就 我就可以拿那个抹扣扣要擦 对我给大家擦汗 我还可以给他们递水 我还可以管理饮水机 我负责把他们喝的矿泉水冰冻起来 就是冰起来 我还可以在他们下场喊叫暂停的时候 给他们递毛巾呀 是不是 主材只需要坐在那 我觉得当裁判的眼神真的很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出界没出界的 我看着看着我就逗鸡眼 逗个给你们看 可以做小板子擦一枪 球筒 球筒好像 球筒好像受工资嘛 你们知道高尔夫球的球筒吗 你喜欢 怎么说呢 都行吧 我 有时候甚至连球在哪都不知 小玉没回家 因为明天要下暴雨 今天晚上要下暴雨 所以就 我去给他们唱歌 跳舞当啦啦队 给他们唱 给他们来一首 死了都要爱 全场废筹 对挑战鹰眼 我还蛮喜欢看鹰眼 就是看挑战鹰眼 打手不打手 很刺激 高尔夫不都是漂亮小姐吗 高尔夫不都是有钱人吗 明天打土耳其 打土耳其应该还是稳的吧 应该吧 就像二运会的时候 我就不敢像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 我上次看的那个叫什么赛来着 我都不敢猜比分了 因为是二运会 不敢乱猜 要我猜都是3比0 我也可以成为有钱人 我不可以 塞尔维亚 对 打塞尔维亚那场叫什么 他不是叫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赛吗 什么什么赛 高音没有多高啊 高音就也这么高啊 你听着我的音高不高啊 我的高音是这样子高的 土耳其 土耳其有人不能上场 对 好像要什么那个 叫什么软隔离 体验过高尔夫 我只在 只在电视里看过高尔夫 不是世界杯 那个不是世界杯 那个不是世界杯 是联赛是女排联赛 不是世界杯 那个是联赛 上次我们一起 上次看的时候 我猜比分的时候不是联赛吗 然后每一场都猜对了 知道为什么我会猜对吗 因为 因为 因为主力队员一队过去了 一队过去了 所以我是每次都猜一比零 每次都猜一比 三比零啊 然后你们呢 你们每次跟我说什么 三比一呀什么的 结果都是我赢吧 上次的赌注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们上次欠了我好多呀 你们欠了我好多啊 不记得了 那我们就把上一次的赌注 就是前两天的赌注移到上一次吧 比如说蝴蝶接帽子 那时候还没在 好像买 好像是五月份的时候了 哇 没想到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在陪伴我了 下次一定 再等四年 再听听我的比分准备别书靠海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吗 但是感觉女牌好像没什么人买吧 大家不都是买足球的吗 女牌也有买的吗 如果女牌可以买的吧 我想我上次就已经发财了吧 羡慕五月份陪伴 今天是你下载口袋的27天 真的吗 那为什么这么晚才下口袋呢 你是怎么入坑的呢 你为什么选择下载口袋48呢 四月份就已经 四月三号就已经了吧 买女牌给赚钱 对 如果买女牌可以赚钱的话 我就已经 是个富婆了 查户口呢 那可不得知道你 你们是怎么 你老早入坑了一直没下口袋 怎么会 怎么会有人入坑了不下口袋 那你都看什么 看 微博 因为我入坑我不信 谢谢白茴姿拉 叠叉鸡菜的巧克力和美格发 那你看微博但是大家不是都不太 就基本都是 就基本都是日常生活都是发口袋的 看守眼我姨母的笑容 你们看到今天我们三个人 就是同一个MC的时候 跟第一天是不是有点变化 我们是不是有点变化 什么时候加的姨缘群 那看你加的是那个哪个了 谢谢吃个呱呱的秋天的奶茶 去年入坑大概两周下的口袋 反正我一入坑我就下口袋 忘了看蒋蒋 没有 对小鱼瘦了好多啊感觉 我每天都在不变化 每天都在变得更好 你真会说呀 贴贴 三个人MC不紧紧张吗 其实不紧张 比之前的MC都要不紧张 因为身边的人就是 身边的人就是那个 就是平时 心底下就一直一起一直一起 就会有很多话 他们也知道你 他们该接话的点在哪 所以就是 我们三个一起到 没有太尴尬 不害怕 但是感觉 还是有点尬吧 变得怪怪的 居然主动说贴贴了 那我总不能直接说鼻尖对鼻尖吧 小鱼不能直播的话 能不能穿别人的直播 他的脸可以这样出来一下 然后再上台 熟悉就好对 慢慢熟悉吧 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是真的 我也觉得 在舞蹈会跳的情况下 确实是越来越自信了 除非不会 林家也开始贴贴了 林家一线贴贴太多前辈了 太厉害了 爱你贴贴 是爱你的故事 我心里承诺了 然后我号就被封了 林家一出道就贴贴 第一个贴贴的对 出道的第二天就贴贴了 出道的第二天就是回忧与贴贴 出道的第一天是学小肚子啊 有种女儿长大的感觉 原来这就是养成器的魅力 就比如说我这两天在剪视频 我看着前面的那个 查得几眼 但是他这样 谁知道他是谁呢 对那个小兔兔 那是我第一天我都紧张死了 四月十六家的群 那就是出道后的十三天 四月十六是我这个就是正式的群 就是过来的时候 就是正式的群那个吗 还是四月十六 应该是正式的群 那个了 再来个小兔兔 我都不知道小兔兔的词是什么了 怎么可以叫别人小兔崽子 人家明明是可爱的 小兔兔小兔兔是这个吗 深刻记住脑海里 嘴巴说嘴巴上说着 我不记得 其实 其实记得可清楚 想改ID不知道改什么 我记得你上次解释过你的ID ZYN是你的推 小黄人是因为你是小黄人 动作动作是什么呀 我都不记得有动作 当初十五期出道 你也想 抢 建 抢 抢 你也想建群抢姻缘会来着 你当时不会是某组织里的吧 你建的应该是正常的群吧 如果你当时真的抢了的话 我的姻缘会就不会经历如此大的事件 对我我看到了那个 可以来奏选握手会和姻缘会一起合作 他 他他已经到上海了 但是我还没有回家 主持人太忙了 没有回家 他已经到上海 是吧 我可能就不会有林嘉宜的公主城堡这种抄话 在林嘉宜抄话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林嘉宜的公主城堡就已经开通了 我当时我记得我跟张燕说 我说天哪 怎么会有人 给我建个公主城堡啊 然后他们就笑了不很久 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吴伯涵 哎他有个温馨小屋 我就一直都不觉得 然后我就不觉得我自己很好笑 总选 对总选后可以稍微松一下 复超话 真的笑死了 林嘉宜的公主城堡 吴伯涵的温馨小屋 因为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我们不是都有应援会之后 我们就会互相说哎有应援会了 然后我们一看 就是应援会的那个就是发账号的那个就是同一个手机的那个小尾巴嘛 然后我就跟吴老师说我说哎我们好像是同一个 然后结果就都是那个坏人 太差 天天天天天在公主城堡表情包来着 是之前吧 之前那个的时候现在好像没有 复超话现在大有用吗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迭语的反途就发到复超话 10月份冬天就开始了要组撤队 那你们也太辛苦了 超话都不看 超话怎么能不看呢 超话里面有很多漂亮的版图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节奏 你也没看超话 你们为什么都不看 我每次中演结束第二天我都会看一下超话 然后或者在实时搜一下我的名字 只看后花园 你就很想看风花园嘛 每年的两件大事 金曲和总选 夏天和冬天 擦截图都被骂到了 我可没有说 我可没有说你哟 机械女子个人 机械女子个人重剑比赛 中国选手孙一文获得金牌鼓掌 恭喜孙一文 谢谢傻子的一片 谢谢傻子 今天有开球 没有明天明天下午两点钟 小组赛打土耳其 鼓掌 恭喜孙一文 辛苦孙一文 为国争光 非常棒 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 揍国歌 沙牌我不喜欢 恭喜中国队 中国红YYDS 会去超话保存一些好看的反图 当手机壁纸 我就是会去超话保存反图 然后在电台的时候用 然后当我的微信壁纸什么的 三点二十五啊 不是两点吗 我看的赛程表上我这里 存的是两点 林嘉宜加油 林嘉宜明天即将出现在中国女排的 线上观众里面 你如果支持日本队会被骂 我猜可能会 拿我的背景图做壁纸 就是那个 我也觉得这张超好看 然后我的那个 微信壁纸也是 微信的背景也是这个 妹妹又来了 妹妹可能一直在 八点多 她应该已经在家里 爸爸应该已经下班了 家里风大吗 窗户有没有天天好呀 今天去捡阿姬了吗 捡到你这个废物 谢谢我把你变废围保 不客气 不客气哦 不客气 结果没人理我 窗户也贴贴 对 你都没找到啥图 你就用那张小鱼的 那你认真找了吗 你打开微博搜索林嘉宜 然后时时 你们就有林嘉宜很多的图片 你说的好书耶 什么叫没找到这个 窗户也贴贴 对 因为我们家窗户 它是 它不是这样子 就是窗户不是这样吗 它不是 不是这样子开的 它是这样子开的 你们能懂吗 就是这样推出去 然后就要看这样子推 然后呢就是风太大 我们家六楼也在海边 就是我们家在海边 然后但是风太大的时候 它就会 踪踪踪踪踪踪 然后然后就要用贴贴纸把它贴起来 因为我们家装修好像蛮久以前 老雪公主晚上好 晚上好呀 公主都是这么着手 微博一搜林嘉宜就是抢钱 我那天在抖音都刷到了抢钱这件事情 海景房不是海景房 就是打开打开窗是看不见海的 他只是离海比较近而已 就刮到海风 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这个小区 然后海在这个小区的那边 就是海小区我们家 我是人间有物 求求求求求了 给我弹幕阿里 对我那天看我的弹幕 然后没 我不是在自我街上吗 不是三加一 不是二加一 然后那个上面 这就是抢钱偶像吗 然后讲什么抢钱梗 然后他们就会说你 他他翻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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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会说 太好笑了 就是一个我的梗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雕布子上有梗 就是因为 在抢钱这件事情 谢谢白胡子老爹 双其帅的玫瑰花和巧克力 我没有乱说话 我老是打错字 我那天跟人家 谢谢WSTUG的玫瑰花 你们知道吗 我那天 我那天昨天吧 谢谢诚哥的巧克力 我那天昨天吧 哎呦我怎么一直在重复 就是我那天 给人家翻牌发翻牌 我说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打成了我 我不喜欢成为别人的负担 打成了我喜欢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当时 第二天看到的时候 非常后悔 谢谢我对象的 张天的奶茶 你这个名字也太占人便宜了吧 你好你好呀 真的 我直接 我因为我想说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嘛 然后就打得很快 然后我就 我喜欢成为别人负担 救命 这就是新对象吗 你一定逼了 不是 马上改 谢谢我对象 谢谢我对象的玫瑰花 对我会回看翻牌的 就是我会看看 自己说了些什么 对我会回看的 你有改 救命啊 你们这里不会我对象一 我对象二 我对象三 那我能不能回得积极一点 能啊 我这两天不是那个吗 你们想想 我这两天不是太着急了吗 你改啥 你改 对象一号 你的前对象 前前对象 前前前对象 前前前前对象 或者 我有一对象 怎么样 我记得那个什么 马年的时候 他们经常祝福 此就是马上有对象 就是一匹马上面有一两个大象 完全不敢看之前发的翻发 我倒还好 因为我都是说你正经的话 今天一改成女朋友一 女朋友二 你有两只吗 是两 是两只象 感叹号也看吧看啊 要看看 自己有没有又打错字 二十六件 听说 手指头细的人都是用二十六件的 就手指 手指头粗的人才是用九件 所以你们不会 都是九件 完了完了 我的粉丝要破防了 他们又被我骂到了 他们又被我骂到了 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 是谁的小号 九件是什么 就是输入法 一二再四五 就是那个 几个 几个字 我缩在一个里面的 不管几件 你先走行了吧 你礼貌吗 凭架一粉丝天天被骂破风 出坑 你们心就很脆弱了 谢谢我对象的 听说九件的人更温柔 二十六件 星星薄良 对 我就是一个凉薄之人 标准的 我也是二十六件 当个粉丝 不仅要发传单 还要戴小风扇表 还要戴 戴那个 那个蝴蝶结帽子 对发传单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谢谢嘉一老婆的应援帮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一直进行下去了 因为应传单的人被林嘉一骂走了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 发传单了 你竟然看到林嘉一在骂粉丝 我在跟我的粉丝进行深刻的探讨 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 美好的 议持下去 然后被骂手指 谢谢嘉一老婆的应援帮 今天我像羊娃娃 其实我小时候 也很像羊娃娃 不管你信不信 你 以BE 我都不用看 我就知道你后面 谢谢林嘉一初恋CP 的100p 谢谢林嘉一以BE的初恋CP的100p 谢谢小番茄哟 谢谢小番茄 必须 吵架了是不是 你以为很幽默吗 你礼貌吗 这是我最近学的特别 特别 特别 会说的比较多的两句话就是 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 还有一句话就是 你礼貌吗 可能破坏了 吵架了 哄架了哄不好的那种 嗚嗚 我B了 天呐 这么快就B了 不是CP就永远不会B 就是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 好像有人不说过 谢谢我对象的秋天的奶茶 我的初恋CP是 是 是 初恋CP 林嘉一会粉丝就不会B了 就比如说 今天和河里的一个好朋友吃了散乎饭 耳朵 是一起饭盒的好朋友吗 想听听 是一起饭盒的好朋友吗 听听 啊 他出坑了 谢谢我对象的秋天的奶茶 他出坑了 那你们之前 不会打架 为什么会打架 那你们之前 是会约好一起看公演 一起 怎么怎么 我对象 这个人的名字叫我对象 谢谢林嘉一 谢谢小番茄的一票 谢谢林嘉一B的初恋CP的一票 谢谢番茄 啥时候有机会面积一下 就是 你下次可以在公演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 你就可以找他面积一下 就是你 能看到 与众不同的 就是 他 以前一直一起来嘉心 那你以后还有人陪吗 要不我在直播间帮你 帮你成招 成招一人 陪 涛涛 看公演 有无 涛涛大佬是男犯还是女犯 哈哈哈 你 你这句男犯女犯问出来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好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好奇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会好奇这件事情呢 那你就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我就不说了 别吓着人家 居然还有人不认识长长 为什么叫长长 思琉 她的头像是她前面的 是她的推 所以 那何里还能有推男的呢 谢谢嘉宜的老公的 五个枪天的那一场 那你想想 河里都是女孩 那她 她是河粉 她头像可不得是个女孩吗 怎么 我真的要笑死 谢谢吃个呱呱的 秋天的奶茶 是你的女儿 我一直以为是 是前辈 谢谢小花人的玫瑰花 我一直以为是前辈 你的头像 没想到 是跟我 是跟我同月同日生的 差七岁的妹妹 前辈不想这样 我其实那天细细看过 我感觉 大眼睛也蛮像的 动漫的吗 动漫的大眼睛也蛮像的 她女儿是我的小后辈 是差一点吧 因为她女儿不是差一点去真爱吗 老公 老公老婆 男友 女友 都有 你们也太吓人了吧 谢谢我对象的五个秋天 难以 难以 谢谢 谢谢 我对象的五个秋天的奶茶 为了占便宜 舍弃了自己的王民 你们这太差了 突然多了这么多个家属 不好吗 蛮好 家族很庞大 很壮大 谢谢吃个呱呱的秋天的奶茶 是不是要改成我小弟 送这么多奶茶 我要 我要抗糖了 我要抗糖了 这个套路学到了 占便宜 会不会被疯了 就是 那你们 不对哦 那如果你们点深注的时候 就是这个名字的话 是不是很刺激 会不会不通过 去改成 你经过爸爸同意吗 想好多了就好 是吧 会有人深注点这个吗 还来晚了 深注的名字 现在都固定了吗 真的 就像今天前辈 有一个深注的名字 叫 叫什么 今天消毒了 我今日消毒了吗 好像是这个 儿子都过 啊 这样 哦 我看到那个 不能通过 不改成我男友 我爸爸 会被拒绝掉 让重新去 所以深注 不是你申请了就会有的 深注就是你提交上去 上面审核通过 通过了之后才会有 倘若不通过 就要把你打回 那如果今天这场公演 深注已经排满了 那你就得去下一场公演 接着排了 是这样子吗 我讲了这么一大通 你们能听懂吗 能真的上我的脑回路吗 对的 那看来就是这样 你太懂了 就会关斗拍视频 因为手被劝退 第一次点没经验 排满应该不止 有些前辈就会排满 不用改名 不用改名卡的话 这辈子只能 你们还有改名卡 是什么游戏吗 这也太会 做生意了吧 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拿成 就比如说这场公演 我自己在这 我在看这场公演 那我就点摊 他就可以当面跟我说了 是这样子 不行不太快 那确实是比不过 小长安的语度 怎么全是嘉宇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 就好了 真聪明 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不是就不是我的粉丝 过来 变缘了一下 他说 不是你好懂 你们有个选项 是可以改ID 然后要你们花钱 确定了 就得一直用老贵的改名卡 就像之前王者荣耀改名卡 也是要充钱才可以用 抢钱还是抢钱 如果哪一天 真的都是就好 会有这么一天的吧 一定会的 我玩王者荣耀 我之前玩 但是后来因为跟我一起玩 王者荣耀的好朋友 他谈恋爱了 他就不打王者荣耀了 所以导致我到现在都不怎么打王者荣耀了 就是因为他谈恋爱 他的对象不打王者荣耀 他就不打 然后我就不打 深珠的改名卡 这么贵的吗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这样漂亮的 这次总选一样人看到我家女犯 我家女犯像我掰手指头都能穿 是玛娜吗 是玛娜吗 就是她 抢钱偶像 抢钱偶像 离家已经影响了 闺蜜淡如水 爱情会影响上风静中 真的吗 我的肚皮掉了 我到现在就吃了一个帕尼尼 而且还是早上十点钟吃的 早上十点钟吃了一个帕尼尼 到现在 抱着打游戏不香了 你都是抱着打的吗 今天 毕竟谈恋爱 半夜打游戏都要躲着对象 刚刚吃 你就不能留在家里 等我回来吃 天哪 你家有一个情情同位 然后她太辛苦了 就是直播间没见过她 她经常半夜会出现在我的留言板 前两天四点钟看日出的时候 她又来 就是我们的长晚姐姐 妹妹姐姐 好帅哦 大家谈恋爱之后 每天的游戏时间是十二点钟 所以你们都 嗯 我知道她的同学 她不让你打游戏 你就抱着她打游戏 这个是可以在我的主播间说的吗 什么东西啊 好奇怪啊 这些人我听不太懂 怎么会 怎么会有 他们在说什么 我怀疑你们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但是但是我没有证据 你的猫喊你了 你暴露了你自己是谁的想好 她有女朋友了 谁有女朋友了 啊你们在说什么 我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谁又有对象了 谁又抱着对象打游戏了 你们在说什么 打哪种游戏 当然是闪耀暖暖 你们进直播间 我能看见哪个ID 有些都能看见 就是他的这里 就是这里 他会弹出谁谁谁 进入了直播间 所以会员的弹幕是紫色的 这个就是会员嘛 是这样吗 你们是会员 所以你们进入直播间就会有 但是我一般都不太 我一般都不太看 分手厨房 VIP是有颜色的 把你们能的 所以你们的VIP 还有每月序的 不是那种什么 我冲了金瓜 冲了钻瓜 所以我就是VIP 你们的VIP 也是10块钱一个月吗 你进入没有 是不是因为你没开呀 鸡老子 25一个月 18 18 我记得以前 QQ会员好像也只要 10块钱还是20块钱一个月 为了用气泡被绑架 冲了VIP 所以那些特殊气泡 也一定要有VIP才能用 太会做生意 太会了 冲纸用事 为什么你找了黄牛吗 你找了 你找了Yellow Yellow靠吗 你是不是找Yellow靠 直接买了一个月 就是 One month Yellow靠 对呀 因为不是不能说 那个不是不太好吗 就叫它Yellow靠 尊贵的新沃 我记得有 就是 我的肚子又酱了 你们听见了吗 对就是这个 我记得还有个什么 也是 我上次之前看到过 搞个吃播 但是没有办法点外卖呀 什么东西 快点个饭 不知道吃什么 我现在对麻辣汤有点难过 因为昨天小鱼吃麻辣汤的时候 我去蹭了一口她的汤盒 然后呢 我就把那个汤勺吊在了她的床上 所以导致今天呢 我就把我的床单一整套借给了她 然后她要教小鱼一套杯子 帮小鱼一套杯子 因为我弄脏了她的床 昨天不是为了今天店员吗 就怕今天肿 然后呢 昨天晚上就不敢吃太闲的东西 所以导致我 去蹭了一口汤 我就弄脏了她的床 别说了 点个蛋糕去吃吧 这个对象的头像换了吗 真不错 又闪退了 是不是有bug 请客吃饭是过两天的事情 最近大家都很累 就是因为昨天 昨天昨天有很多前辈同宵了嘛 然后也有很多前辈只睡了几个小时 也有林嘉宜只睡了两个小时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最近 然后我们就决定今天休息一下 然后过两天再去打算吃啥 今天吃啥吗 还是前辈请客吃啥 这个不是神行雕手 这个是你们知道吗 我这我这只胳膊就是有一根筋一直吊着 我这样抬起来它就会变住 就是就是这样子就会它就会变住 就是这这边这根筋一直会变住 就是不是这样子抬着 就是就是抬着嘛 但是我这边就会很酸就这样拉不起来 很痛 公演完海底捞不住 海底捞不吃腻了嘛 下周除了我们那场队 有没有公演 您去逛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根筋会吊住吗 我从前一直都不会吊住 直到我进了SN4店 在某一个晚上 我在那洗澡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住嘛 然后呢女孩洗头是要用发膜的你知道吗 发膜就是这样一罐圆的 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三个人有两罐发膜 然后呢就不小心它就掉下来了 然后我不是这样一起头吗 它这个发膜呢就砸在了我这个上 所以导致了我这只胳膊到现在 它这个筋都有点拉着 就是拉着不好动 会影响跳舞嘛 跳舞到还要 但是你这样子举着就会很痛 就是就比如说你们 你们现在试试 你们试试这样子举 然后把这只胳膊这样抬起来 会会有感觉 我这边就是 就是这种拉紧的那种 就绷住的感觉 不知道 白雪公主今天 45日吧 但是如果今天那头发是那天公演的那个头发 戴个红色的蝴蝶结 就有点那个 有点像 酸的感觉 我是 我是 胳膊不酸 但是我能感受到里面那根筋 松松松的 就是这样这样 我现在连这样我都疼 肩带上不受了 我的小蝴蝶结在这儿啊 为什么店员的时候我把蝴蝶结别在了这儿呢 是因为我在排队做头 结果到了12点 然后我就出来店员了 那我出来店员怎么办呢 我只能把我的小蝴蝶结别在这儿 现在在这儿 所以那个观伯的图上我这里有两个蝴蝶结 在这儿 今天满身的蝴蝶结 对 这里还有两个 这里有个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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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我背后还有个蝴蝶结 6 我有6个结 腿上的伤 对 我今天腿上 也就是 我今天腿上太好笑了 就是有乌鲜那样 就是感觉是被什么东西划过的那种 就是一个手指印这样子 这样 好痛啊 就是 这样一拍之后 不是就是会有那种手指印的那种一条一条 我腿上有一个 你们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吗 是裙子吗 那个是裙子 今天穿的 今天穿的当然是裙子 你们知道我腿上的那个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 说起来很奇怪 就是说起来很奇怪 就是 就是我搓泥 你知道吗 搓老坑 你知道吗 搓老坑呢 就是下手太重了 然后 然后我就把自己搓搓无亲了 结果泥没搓出来 把自己搓无亲了 就是 泥是一点都没搓出来 然后把自己自己腿搓无亲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把自己搓无亲了 我下手可重可狠了 你们小心点 别惹着我 不然我做你们 被我打一圈 一拳应该能哭 我是属于 不打打人力气不大 但是我 很会挑地方的 少女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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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也要搓老坑的吗 你们不 啊这个话题很奇怪 你们知道老坑是什么 心头像 你这个心头像蛮可爱 就用这个 你还不会敢粉 就是因为没有 但是公演前吧 你总想着把自己搓一搓 然后呢我就搓一搓 搓完就把自己搓无亲了 结果啥也没有 把自己搓无亲了 伸腿瞪眼完的原材料 那倒没有吧 摇肌是什么 我今天没看 因为我们后台的小屏幕坏掉了 导致他没有办法看公演的那个镜头 就是我们平时后面有个小电视机 上面是切镜的 然后下面是全景 然后今天 这个是尽敬前辈运员会的 点的喜茶 一人一杯 我现在 还没有看那个回放 滚动大屏幕大大幕 是因为剧场在装修 剧场还要装修了 期待吧 对前辈已经亮到就是曝光了 你们知道吗 不是因为他的头发鞋子也浅 然后他脸又很白裙子也是白的 所以他都曝光了 希望1月13号有公演 1月13号是周几 让我来看一看 1月13号是周四 周四有公演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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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考核的时候 跟着呢 在我们第一次考核的时候 然后呢 领导说 啊 这大概是我们 年前的最后一次考核了啊 因为我们剧场要装修 最近也没什么公演啊 因为我们要进去了 剧场妈要装修 你们妈就回去好好练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考核 然后呢 一直到现在才开始装修 就像 每次说要搬房 要搬中心 搬中心 搬两年了 今年总费 明年总费要搬了就是 抢钱我家生日快 那你那你到时候可一定要 啊 你出国了 是不是还欠一个考核 没欠啊 对我欠了一个考核 怎么回事 我欠了一个考核是上一次 但是16期好像不用考核了 所以呢 我们也不用考核 希望17期的时候 领导不要想我们 不要让我们15期再去考核 月13应该寒假 如果过年早的话就是寒假 如果过年晚的话就还要上去 你实习完了你就有时间可以看 对大四课少见我现在 现在海外粉丝 海外粉丝一直有那么几个吧 有的 呃 新加坡的有 然后 美国那边有 不用考核了要出道的 这我可不知道 他们也没通知我呀 对南北中医员会 我不是还有 我上次还有个哪个呢 你们学校说班校去然后说了12年 学校把新校区的地给卖了 南北中医员会 南北中医员会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吧 嗯 以毕毕毕毕毕毕 都毕毕了 南美哪个他 他好像不是南美吧 他好像是北京北北冰洋的吧 他在欧洲 欧洲 哎 真好 我以为你是冰岛 你要带着余星去想应援会 成招饭头 啊 他 应援会小心 有两个 不明的 分子 要冲过来了 保护应援会 保护凌驾应援会 凌驾应援会 最号码是980660291 欢迎大家进入应援会 北极有粉丝吗 是我的几个北极熊兄弟吗 他们每天公演都会看哦 就比如说那个小风扇手表 我也有寄两个去北极给我的北极熊兄弟哦 他们在北极也用得到我的小风扇手表哦 因为有时候毛长在身上太热了的话 就要用扇扇 为什么不能寄来给你 我怎么寄来给你呢 北极熊是兄弟呀 我寄给你 我可能就要出发了 是不是啊 等你回来吧 留着呢 那个那个表一直留着上面写的小名字 这就是避疫吧 避疫的原因有了 你们希望有有机会能去北北北北极 带你们见一下我的北极熊兄弟 也给粉丝送礼物吗 对啊你来晚了 在我第一次第二次电源的时候 我给我的粉丝们送了小风扇手表 小风扇转啊转啊转啊转 逼了餐厅 有机会去北极应该有 我的表表还没发完 是两个了吧 准备带回去给我递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小番茄 你们带回去给我递 因为我一开始吧 都是因为你们 我一开始吧就很快乐 就是给你们送手表 然后你们说 哇好喜欢好喜欢 哇好好看 哇好好看 哇嘉宇好贴心 好贴心啊 然后我送完之后 大家就很嫌弃啊 所以导致我非常的生气 以后都给你们 以后都给你们送那个西北风 我都给你们送西北风 谁嫌弃太多人嫌弃了 发出去几个可能 可能发出去 假如说发出去十个 嫌弃的大概有九点五个吧 NS卡带是什么东西啊 西北风家好严啊 对啊 应该有粉丝一点也不甜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范随偶像吗 可是我是个甜妹吗 你们为什么是严粉 嫌弃给你 让他们29号带着来看一会 然后你就会发现29号 nobody 这个数据不准 那就 那就十个十个里面有八个吧 超甜 超甜甜甜甜 你们太甜了 感受到你们的爱了 hold着了 29号带来 然后你们机长的时候不会 那个 不会用风扇吹我吧 那我要喷半罐八角在头上 谁说你们手指粗啊 手指粗啊 不知道谁说的 是谁说的 吹刘海了 我今天鸡尾银的时候 真的把刘海飞起来了 不是那个 不是这样甩吗 然后呢 他就把我的刘海掀上去 真的 掀上去好几次 不知道 就一女的 跳舞的 都是个凌家仪学的 凌家仪谁 不认识 不认识 然后 对我机长的时候 我那个刘海 我好像出来的时候 那个刘海也是这样 就是出来 上车的时候 刘海也是这样 我到了中心我才知道 我的刘海是这个样子 今天发胶没喷过 可能是因为喷的那个发胶 是沙轩的 之前喷的是发 花王的 今天喷的是沙轩的 大家以后一定要买 花王的发胶 不要买沙轩的发胶 我觉得 沙轩的发胶 没有花王的好用 沙轩 花王的喷了之后呢 我的刘海就不动了 沙轩的发胶喷了之后 我的刘海还是乱七八糟的路 谢谢吴辰先生的应用棒 凌家仪粉丝 下一场机长排队 集合排队 大家一起去 大家先集中到一起 然后呢 一起去 可是你也没有手表 因为你没来 其实我讲话也是可以很快的 只是 为了你们听 所以我就说的慢 如果我拉到的时候 时间不够了 我就用这个语速说 我就用刚刚那个语速说 可以吗 去别对他 那你没来怎么给你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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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rap 我只会read 我只会read 蛋黄的长裙 你彭松的头发 牵着你的手去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空荡的家里 无人的街道 只剩我一个人 只剩我一个人 只剩我一个人开狂欢的party 初恋蝴蝶真的好甜 现在不甜吗 公演技招 总续握手会戴手表 总续握手会有空调吗 拉票就看 我和诗语好像差还蛮多的 我在倒数 诗语好像在稍微前面 相顾无言 就是 大家是来对跟我玩对视瞪眼睛的吗 第一次直播那个青色腼腆的我 可能会在户外排队 啊那太热了 那这样正好啊 户外排队 戴上我的那个蝴蝶姐小冒冒 吹着我的电风扇小手表 多两块 其他粉丝都没有 你们 你们知足吧 不知道 我第一次直播的是这个样子的 嗨 你们来了 嘿嘿 哈哈 嗨 嗨 谢谢 然后第一次直播谢礼物是这样的 谢谢雄温嫩碟的秋天的奶茶 然后就这样 然后大家问我 你是来自哪里啊 我说啊我是来自 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 我是瑞安的 什么什么 谢谢七四腰的美 谢谢七四腰的一门棒 一定要打伞打伞才能保密 那我就发伞吧 不行啊 他们男粉都不打伞 现在随喝了很多 就是 现在就是 一开始吧 还要端这个架子 现在吧 就是 对你们吧 当时演技高超 没有 当时也是紧张 第一次直播能不紧张吗 这雨太多了 所以你们那儿没台风吧 散步好等于散 确实啊 谐音不行 BGM好配 叫聊表心意 看到了 今晚台风 按你们今天晚上小心点 不是 我说小心点的意思就是 就是不是说 按就是这句话很奇怪 今天晚上你们小心点 好奇怪哦 一开始把你们当粉丝 一开始呢 是把你们当成 一开始把你们就是当成 有距离感的那种 就是有距离感 然后 就是感觉相处起来要谨慎 小心翼翼 然后现在呢 就是非常的随和 大家都是那个了 所以就 卡路了我自己 相处起来没有这么小心翼翼了 你看想怼你们就怼你们 想演你们就演你们 想骂你们就骂你们 想骂你们就骂你们 我现在厉害吧 谢谢羔羊的10个巧克力 没对 现在传 传 传单 传单 现在传单 就是现在如果要发传单的话 就是要 再找个人了 因为硬传单的人被我骂走 是认真的被我骂走 哇 沈阳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所以你们最近口罩还是要戴在好 你们可是会记仇的我也会啊 我也很会记仇 谁设计传单设计传单的倒没想好 设计传 你想要设计传的不行啊 新加坡那块是你负责的 就是但是现在可能这件事情吧 要稍微告一段落 都是去过南京机场 啊 所以说南京的疫情是因为 是从机场开始的 还是那个换那个阳性的人在机场 可以设计传单 哦 我知道你是谁 一般都是机场 因为客流量比较大吧 哦 路口机场 你都居家隔离 哦你在南京 娜姐也在南京 所以娜姐今天 今天特殊公演没来 就是因为她在南京 没有办法惯 最近国内又有了 那你下个月去宁布好甘心啊 戴好口罩吧 我觉得国内有 就很快就会那个 是国内嘛 很快 你那边确实是要 那个好好搞一个 戴好口罩 打了一秒也不要放松警惕 出门还是要戴着口罩 我最近看那个商场里面 他们都不戴口罩 我就戴啊 我很听话 因为我没有化妆 所以我戴了口罩 嗨 南京江宁 到企业公司不许出生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已经不想出国了 今天还得考虑疫情回忽 对疫情回忽很麻烦 我戴好口罩 我都不出门 台风来了 你咋知道通知你了吗 台风给烟花给你打电话了 哎啊我等一下就要来了啊 做好准备啊 我要来了我要到了呀 对 那姐是严那 距离机场三十公里不到 那你这两天赶紧在家带 就是 争取不要那个 除了你和室友 没啥人戴口罩 就是大家觉得有了疫苗 或者 确诊病例没这么多了 就会放松鼓劲 但是实际上不可以这个样子 一定还是要那个 宁波早来台风了 听说烟花要去浙江周山 下个台风应该叫边风 哎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温州 台风离温州 但是温州跟上海似的 也有 也有那个护体好像 对南京这次好像挺严重的 专家看心情吧 你们橘子下个台风 你们 先别去 怪名台风吧 有一定数量的名字 从里面选 随机选的吗 还是看中哪个是哪个 那我 那我也蛮想去当专家的 我想给他们挑名字 周边国家每个国家起几个轮流用 我以为是那个人坐在那 然后上面的天气预报报 又有台风要来了 然后我默默的打开我的小宝宝 哎呀 这次台风叫什么名字呢 算了 就这个吧 我以为是这样 怪名台风只有气象局有资格 那我就去气象局 如果破坏力很大的 这个就不能用了 因为会气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通俗一点说 就是因为会气的 就是不希望他带来的灾害 在那个一边 在在在在在在 在那个一边 然后就所以说 因为他出名了 哈哈 原来是因为他出名了 我以为是因为他带来了自然灾害 然后呢太会气了 然后 然后所以把他出名 是我想太多了 是我想太多了 明天的台风是橙色级别 对 好像这个叫什么 好像什么 风暴热带风暴台风超强台风 中国队又赢了是哪个比赛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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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觉得四八这个事情做的特别好 生活中心没有窗户这件事情做的简直太好 因为他根本就不用担心来台风的时候 雨水会渗漏进来 他也根本就不用担心窗户会被吹跑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窗户 都在外环外 一般沿海那边的话风会比较大 就比如说金山那边风会比较大 所以要命 生活中心也在外防外 我们这个微楼感觉摇摇欲坠 比如一个浙江宁波的女生 徐孙一宁嘛 是 孙一文 是她吗 这房间会有点压抑吧 会吧 就是不开空调的话会很闷 然后就是你每天在里面 你不知道白天和黑夜 就是开灯了好像是这样 然后你晚上睡觉好像就是 除了看手机上的点 你完全就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对啊我们已经看不到太阳很久了 就是我们能靠手机上面 这个才能整 这房间睡觉是最爽的 对啊所以小偶像都很能睡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不是说中心要搬吗 对啊大概在年前搬吧 就是 过年前了 无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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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很闷吧 但是还好奇怪 习惯了就还好 我摸出了那天水水前辈生日公演 他们议员会发的棒子 早点搬吧 就是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窗 就是 就是不知道那边那边有没有 而且不知道那边房间大小 所以我这次搬房间 本来想说买一个上下铺嘛 这样子房间就会大 但是阿姨说去那边再看吧 是那天YYDS我们不是三菱要去外面吗 然后他那边 那边放的 但结果我们没有跳三菱这首歌 是靠拧的 对啊 北外他还没窗那就变下来 听说 我是听说 我真的也是到听途说 我听说是一个旅馆干的 然后但是我宾馆改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北外滩他也 北外滩应该也有 就是 繁华的地方和稍微不那么繁华的地方 所以搬到哪我都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北外滩还是你们告诉我的好吗 我只知道 因为听说是一个因为那个 是根据一个宾馆改 宾馆 宾馆会有五窗的房间吗 上次住北外滩的那个 汉亭 酒店在小区里面 酒店还可以开在小区里面 小区里面都有房子住了 为什么还要开宾馆 黄埔江边 然后打开就是江景 葡萄山的宾馆 就有五窗 乙酒的宾馆就是五窗 宾馆应该很少 但是可能有些有 那么 宾馆可能 那可能无窗的就是 小后备住吧 我那个时候 应该不算小后备了吧 一段好起来 对 一段好起来外卖肯定要变贵了 宾馆很多五窗 真的吗 我好像不 不太知道 五十多六十多有这么便宜的 宾馆吗 宾馆这么便宜的吗 什么也忍住 全新级 如果是个全新级就好 那我们四八传媒就发达了 外卖归 那就不点外卖了 如果出门消费归 那就不出门了 如果打车归 那就 那以后都是骑共享单车了 结果客人都去开会了 你还在睡觉 因为你不知道永乐天亮是什么 上海南站旁边 啊 哦 我知道为什么便宜了 因为会有很多农民工 他们想要回家 然后有时候呢 火车又是半夜啊 或者很早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旁边 我曾经有一次 就是在那个 也是在火车站 就看到很多人就直接打地铺睡在那 我就特别的感慨 以前总选都是住周济 周济是一个宾馆吗 同选不回房间吗 不回中心吗 房间多大 世界有多大 周济是五星级酒店 我们巴巴子以前 200 300 400个小五项 都住 五星级酒店 是 是我来晚了吗 怎么感觉有点 怎么感觉来晚了 那就是 亏了呀 走上扩过了 以前红过是吗 今年估计也可以 今年太吓人了 今年太卷了 太吓死了 走上扩过了 但是 不不清楚 今年估计回中心去了 今年 我一直以为都是大家都回中心 没想到是不回的 吃完饭回来了 今年还是上海给我老老实实回中心 那之前有不在上海 之前不都在没奔开吗 之前不都是在没奔开的那个 那个总选吗 现在不用去其中网球中心了吗 天的也不会 现在也是第一女团队 你们老师看不起八八子 觉得八八子 不行啦 不行啦 怎么样 八八子 这不是撑到了现在 而且越变越好了吗 在没奔飞去周期 北广的住酒店 上海的回中心 确实 因为上海中心没有地方住了 他们过来就能 四八没让我去单身 那不会 我们应该是有班车发过去的吧 变着花样的吧 你最近在关注中国队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队 确实低不低 低不低女团 无所谓 你的 你的推 好好的这些东西 能不能撑到加一遍 我觉得可以 如果按照今年的情况 一直下去的话 应该可以 那肯定 我觉得变着玩 肯定得变着玩 如果一直是同样的一个玩法 大家也会腻吧 就比如说 一直都是之前的玩法 大家套路都摸透了 也就不好玩了呀 现在他变着玩变着玩 大家就会 骂归骂 玩归玩呗 9年 对哦 还有9年 但是你们想想已经很好了 因为我签约的时候呢 我签约的时候呢 还有10年 在训练的时候 我就已经过去一年了耶 我签约的时候还有就是10年 下99年了哟 小鱼还 17年 现在有200位成员 190几个 别变了 以后变成一年四季投票了 那个就像上海的考试一样 春考秋考这样 那就是春季总选 秋季总选 冬季总选 冬季金曲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吧 你们别说你们疼了 我我都 我都有点 小偶像当然也要崩溃 一年四季没得歇了天天盛腾 以前是一年四季吧 B50运动会也要投票了 总选和风尚大声 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有钱人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呢 对啊 上海还有春考的 我知道 今年运动会 就是考 投票投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 特拳圈 特拳圈 然后今年 还有个最佳拍档手 有钱人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多 多几个我们呢 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变成富婆吧 都变成富婆了 我就每年给你们发钱 一人发一毛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 也会慢慢变多的 你们等着我吧 等我变成富婆了 我就给你们发钱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哪泥做佳怡的太阳的十个应援棒 又换名字 等我成富婆了 我就给自己投票 等我成富婆了 我就不需要参加总选了 因为我随随便便动一动手指头 就是分分钟几十亿上下 你们也都不用投票 你们也都不用投票 你们想投谁就跟我说一声 我就动动手指头 把钱打到你们账上 你们随便去玩 拿去玩 他就是奶奶的 他刚改名字 阿姨你不想问阿姨 几十亿 几十亿 那富婆不得几十亿 几十亿 几十亿很难吗 口嗨吗 几十亿不就能努力下辈子的事情吗 夏天冬天就不用卷了真的吗 谁哟 等我变成富婆了 我把你投视为你专心投我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我亏了 快十点了可以做梦 已经在做梦 七十亿惊霸不违 我们温张富商是不难 但是不是每个温州人都很有钱的 比如我 我就是温州人的耻辱 冬天开好假 每假就这么多不用 真的吗 我记得 我不记得 我家里是不开场的 我家里不是开场的 我家里如果是开场的 我还会是现在的样子 我每天不得 我每天不得 老斯莱斯奔驰啊什么的 法拉利上下班了吗 我用的招做剧场的车 观众有几个黄客吧 有几个黄客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是 我要是有钱 我就直接建一条通道 我只有一个人能走 建的高一点 我自己从中心 秀的一下 我滑滑板车在通道里面 做那个天桥 林嘉宜专用天桥 滑滑板车滑到剧场门口 还有上班 对 事运可能更接近富婆一点 只是飞机不好 剧场门口太小没有办法停 我不动动手 是几 是几十个一 有钱了 还跳工艺 有钱了不也得追求梦想吗 富婆饿饿饿 我就怕我请你们吃的太好 直接把你们吃胖 你们每天都在吃饭 上班是为了体验生活 今天这个这个ID的人今天好像是坐在超一的 我每天不吃饭吗 我每天吃啊 但是我今天吃的 但是我每天吃的少吗 你不会是每个地方都有有钱人吧 比如上海人 对我看到了 那个大漠好像也有他 十万块吗 他们是在摊比吗 他们是在摊比吗 你们的重点能不能不要往上面放 现在大家开始感慨 有钱人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 我这首歌我好喜欢 叫失忆的金鱼 很难不注意 现在每个人都想当七八的高层了 是不是非常羡慕我们的子杰殿下呀 嗯 台风刮钱来了 太好笑了 烟花把钱刮来了 没点嗨的歌吗 没有啊 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深沉清冷 又富有内涵的人 所以我听的歌一般都比较伤感 羡慕 不是张绍涵是杨成林的 进舞团赚钱 进舞团是那个游戏 是不是 登登登登的那个游戏 到点了吗 催我下播了呗就是 因为没那么很 确实如果 嗯 我感觉我最近我饿不饿 我肚子现在倒是不叫了 大概过点了就也不想吃了 有点困了 你们太没有意思了 让我都困了 你们就不能 讲点 好玩的事情让我快乐一下吗 说出你们的故事 让我笑一下 饿过头了 饿过那个点了就不饿了 我的翠翠沙在抽屉里呢 还没吃完 左边我好像没听过 讲点刺激 你们有没有什么 你们有没有什么 特别难过 特别不开心的事情 讲穿穿快乐一下 对等一下点吧 等一下点就吃 没故事 不熟没故事 要开学了 嗯 开心 昨天没看我 直播算吗 已经被他推开除了 我就说他今天怎么这么 他今天那个来电源的时候 感觉情绪不是很高呢 海归汤 要去上课了 但是你文章写不出来 我帮你写呀 你文章题目是什么 只要你相信我 我现在就帮你念 只有开心的事情 今天去看我的公演了 真的吗 出点难过的事情让我开心一下 对啊 你们出点难过的事情让我开心一下 你这已经不是特别难过的事情 你 你没觉得我的丑途我开心呢 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肉 肉 什么 音什么 肉是 角色的意思 角色在什么 听不懂 换一个 我表演不了 对不起 是我操事了 对不起 最近难过的事情 老是被同事怼 为什么 是因为一件事情上 是你们俩一起做的姿势 然后他们老怼你们 难过的故事想出国旅游 可能再也去不了了 是因为疫情吗 你想去阿曼吗 是想去阿曼故地重游吗 其实我只出国国一次去了一趟韩国 以后的作业就拜托我了 那你们大概会不会退学吧 你们还都是英语作业 我可怎么办呀 你们大概会不会退学吧 我那个十四分是数学 去叙利亚 去叙利亚打仗吗 是要 那里的生意都会关门 是因为疫情吗 人回不去 疫情也不好往外跑 跑了回来也不是很方便 唉 为了和朋友开黑 没陪着店员被朋友空心 哈 疫情回不去 对啊 疫情这个东西真的蛮那个的 就是你他他这么他就出现了 出现了之后 影响着这么这么这么大 这么多 就是 台阶那时候啊 那我听到了 就是那个 鸡尾云的时候 在我把刘海水飞起来的时候 我听到了最后一次临家影 然后 然后我也听到 疫情去不了中学 中学也要预约吗 在公司指的 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说不来 但是你又必须一起共事的话 那你能做的就是 就是安静吧 我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人 如果我们必须要共同做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们又 必须 就是就是我有互相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我能做就是安静 我不会愿意去吵 国内的景点 国内 他可能是想回去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回去看看他的生意 今晚其实有钱人一直都是有钱人 他们 只是今天晚上出现了 我跟谁处不来 我跟谁都处得来啊 只是跟你们处不来而已 你看我跟我们同期的关系多好 就是跟你们处不来 好美台风登陆什么什么 出现紫色的云 工作的同事阴阳怪奇畅感受 但是你没办法 是学霸吗 不是 你看我这样子是 被我嫌弃了 他们都习惯了 我每天必 我每天必嫌弃一下我的粉丝 上课走了 拜 我等下也要下播 几点中下呢 要不现在吧 再见 快时光总是非常暖 那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团牌 给我送礼物陪我聊天 拜拜 快点挽留我 快点挽留我 啊怎么都没有人挽留我 怎么都直接拜拜了 人家也别走 好了 既然大家诚心诚意的让我留下 那我就多陪陪陪一没一会儿吧 嘿嘿 我跟张染关系不好 我哪里跟张染关系不好 小偶像不要灌着 灌着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 这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的话 最近最近你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是吧 林嘉宜带你走 每次底下有人扣 林嘉宜带我走 然后旁边最后有人说 林嘉宜带她走 翅膀硬 翅膀硬了我妈到 没有太慢 就只说 基本就只是说那个 你最近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是吧 哎 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怎么骂你们的 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骂你们的 快告诉我 会嫌弃张染吵我直播 那张那当时那个我我特别吵的时候 张染不也是让我安静的吗 你爸妈不骂你只动手他怎么打的 他们是用什么办法 过于优秀不会挨骂 哼 你爸爸妈妈也会骂你舌头粗 用不了26件吗 从小听话没被骂过真的吗 哇 你们知道吗 我以前连那个造作饼都抽断过 所以你现在不回家 因为一回家就会被骂是吧 但小鱼居然没说我吵 就还好吧 因为其实一个人在播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不会觉得 另一个人没播的时候不会觉得吵 因为没有人说话 他们就不会就不会打乱你的思路 我小时候这么皮的吗 我只是因为读书不好 我可能是因为读书不好 甚至拿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旁打击能力满点 所以我现在打人很厉害 把自己都错误清了 你们想想 小鱼只有七秒钟能进 小鱼其实跟小鱼相处特别快乐的一点 就是因为他还小 你们知道吗 就是小 因为他小呢 就是你们知道成年人的吵架 就是两个人冷战 站着站着 互相不说话不说话 这段关系就断掉了 但是小孩子他们是有事情就必须得吵 吵一架就全部都好 所以前两天跟小鱼不开心之后呢 小鱼就跑过来说 嘉姨你点奶 小鱼说你点奶茶 要一起点奶茶吗 然后我们关系就好 但是你如果就是 因为年纪大了嘛 成年了的话你们就会 互相都不愿意说话 觉得谁先主动谁就输了 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就会容易破裂 懂了吗 你们懂了吗 我在给你们 教育 我在教育 天哪我又在教育你 对小孩子还是好 而且他们愿意 那个 对炒完继续完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 就是你们如果跟别人不开心了 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 就是不要憋在心里 如果两个人 如果两个人都憋在心里的话 这段关系就真的可能挽回不了 也许说出来讲开了就好 说出来大不了就掰了呗 大不了就讲开了就很好 我好懂我跟谁掰了 没有啊 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经验 但是我作为一个摩羯动 我从来都不会主动开口说话 没有小鱼出去了 男生确实就是去一家的事情 女生就很会冷战嘛 嗨晚上好呀 就是因为不知道是摩羯动还是性格问题 我总是不喜欢主动说话 就比如说我能感受到你不主动跟我说话了 我或者我能感受到你没那么喜欢我 或者觉得那个了 然后我就会慢慢的远离你 远离你 然后我就 对其实说出来是对的 因为你吵着也是吵着 对有矛盾最怕的就是 或许可能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们的矛盾 是因为什么而起的 就是 男孩可以打一架 小孩可以吵一下 那女孩怎么办呢 扯个头发 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你好懂啊 老子不相往来就是 蛮内蛮 看到陌生人了吧 其实女孩子打架真的不扯头发 反正我没跟女孩子打过 我没打过架 我从来不打架 女孩子撕头发简直太好看了 你不打不扯头发简直太好看了 我没打过架 我没打过架 你不打女孩子 都不怀疼 你不参考这个 我们今天的晚上 我们今天晚上把 就是 套出了好多大家的故事 就是 哎 怎么说呢 人与人际相处啊 这种东西 也是蛮难的呢 谢谢吃个乖乖的春天的奶茶 我们后台不打架吗 我们为什么要再后台打架 要打当然去台上打 过去了 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现在都做美甲 挠人是不是更疼了 我们在后台不挠人啊 台上打刺激了 台上打 那肯定在台上打 你说比起在后台打 那可不得出来 让大家评评理 谁的姿势更帅吗 谁打得更厉害吗 台下也跟着打 因为两家的粉丝掐起来了这样子 男生不打女孩 但是你超级 超级蛮厉害的 吵架蛮厉害的 我这个人也是 就是嘴上脸 那这是上热搜 然后你们以后 就会在新梦剧院的门口 看到两个封条 明天得公演 已经开始害怕了 明天得公演 明天你要公演 还是明天你要看公演 女的不打女孩子打男的 好像女孩小时候都比较喜欢打男生 在学童 孩童时代 比如说初中的时候 排队碰一起就护衫 为什么要护衫啊 为什么 为什么知道为什么机长环节后不直播吗 就是因为机长环节是前 明天还看对啊 明天明天蛮危险的 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就是要注意安全带好雨伞 明天暴雨 大风大雨 像明天我就不会出门的 如果出门的话呢 我就没有流寒了 为了不让大家看到我二人的发际线 我决定我不会出门 小时候和女孩子打架 为啥要还手后悔了吧 如果你小时候和女孩子打架 没有还手的话 说不定这个时候 就是两个人看我直播了 女孩子直接冷战蛮多对 女孩一般就是冷战 然后阴阳怪气吧 但是冷战是最最最最伤感情的 有人机长下手很重 真的吗 今天囤了囤了好多吃的 明后天不用出门了 明智之举 但是我什么都没囤 没关系 因为我有食堂呀 女孩差人 对我也是差人 很厉害就是这样 妞我很会妞 而且妞吧 你不能就比如说 你咔着他使劲的肉这样 妞他一脸也不疼 你只能跌住一点点 就是你如果加10了 你以为捏得越多越用力 人家越疼 其实呢 你只要跌住一点点 这么一拧最疼 你们试试看吧 说明人家热情 你不愧是我 我很厉害的 我虽然不常打架 是个斯文人 我掐过谁 我掐过 我好像掐过小鱼 我掐过小鱼吗 不记得 我好像掐过小鱼 还是掐那神秘人了 我掐了一次 但是不是吵架 也不是打架 我们是开玩笑的 他也打了我 就是我们 这是爱的表现 打是亲骂是爱 学到了吧 以后打人就是 跌住一点点 不要捏紧 你以为捏紧他很疼 其实他一点也不疼 因为你接着是肉 你可不敢打我 那就不是你打的 那就是神秘人打的我 文献自己试试了 不用 我这个办法绝对是 就是一捏一个无情块 一扭一个无情块 神秘人好久没提起了 对 吵架 神秘人成年了吗 没有 神秘人跟小鱼 都是小孩 小鱼果然在监察中 对 他偷偷地换了一个房间监察物 我把大闪给拆了 这个是叫大闪吗 还是 不能欺负小孩子 我没有 神秘人是啥 神秘人是一个危险的组织 这叫P-L P-L 那大闪是 大闪是那个橙色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周年的时候用的那个 是不是 周年的时候那个橙色 那时候我把它拆了耶 怎么办 它亮不起来了 因为我把它拆坏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你们会装吗 电池爆板了 这样吗 哦 原来是我正负极接反了 所以我的物理也不好 化学棒子 现在为了环保 大家应该都不用化学棒子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原来电池是这样放的 我这也太差劲了 我这不是第一次玩吗 所以 零加仪 所以零加仪29号拉票的时候 你们会举棒子的吧 在现场的人 在现场的人 你如果不举被我发 你如果不举我的棒子被我发现了 我就 我就在机长的时候拿棒子敲你 你们考虑一下吧 如果在现场的人到时候 应援会发了棒子 你们不举 你们不举我的棒子的话 应援会发棒子 你们你们会会合照 你们会跟零加仪的伊拉宝合照吗 会的吧 我想看你们的反图 你们会的吧 会看 会拍我的 会和我的伊拉宝合照的吧 一般其他人把你都拒收 零加仪家发的 是啊 零加仪家发的可不得收拾吗 要珍藏起来 天天放在枕头边上 天天放在枕头边上 一转眼 啊 这是零加仪家的棒子 半夜想想上厕所的时候 如果关了灯怎么办 打开了零加仪家的棒子 就可以去上厕所 我自己记得跟伊拉宝合照 我会的 因为会问我伊拉宝是我自己收 还是 还是他们带回去 我说我要自己带回家 我要带回家放着 我要把它立在我们家门口 我要把我的伊拉宝 立在我们家门口 这样以后 我爸就不用打开手机 说哎呀 这个是我的女儿 我爸就会 我爸就直接指着那个 哎 这个是我家女儿 哈哈 林嘉仪的照片放旁边 是不是有点吓人了 我不会收哎 但是我 我不会收哎 林嘉仪家 你为什么看不起 林嘉仪家呢 你 你给林嘉仪家做了什么贡献吗 不许看不起林嘉仪家 虽然林嘉仪家 跟别人比起来 他们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 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 你不许看不起林嘉仪家 不然我揍你 给爸爸发个手 然后让我爸贴在我们家店门口 贴在那个玻璃机上 林嘉仪 这是我女儿 我爸每次都会拿我初恋蝴蝶的视频 给人家看 太差 我现在明明有这么多 这么多好看的视频 他还拿初恋蝴蝶给人家看 我明明有专属作为蝶语 他还拿初恋蝴蝶给人家看 小身板怕挤不进去送上给我 那你就放那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可以给阿姨 然后阿姨会给我 因为小五那天就是阿姨给她 我不知道 感动了 是因为把我的棒子放在旁边感动了 送车从来没有起到过前排过 送车的前排我看他们都是拿着相机的 救命啊 我在娇柔做做些什么 透过玻璃门看 所以车上也能拍照吗 我都是拍反图的 谢谢WSTEOG的秋天的奶茶 所以他们早早的就出来 啊他们是最早出来的 因为摄影位是最早 最早机晚长出来的 所以他们提前站好了位置 你不是说完再见可吗 怎么还不想什么说完再见可吗 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你们走的真的太快了 下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上海外滩将低区域临时关闭 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关好门窗 下微笑 你们一定要关好门窗 防火 一定要关好门窗 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我在用啥直播 我在用手机直播呀 手机直播不是会有推送的吗 好像应该是来着的 这个烟花蛮牛的 这个烟花有点厉害的 听说它一开始走得很慢呢 就用人什么 每公里只走了 只走了多少 然后一开始是用步行的速度 然后从昨天开始 就开始骑自行车了 明天大家要开飞机了 你们小心啊 真的关好门窗 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赶紧的 现在马上马上躺到床上 抱好自己的小贝贝 可以进入梦乡了好吗 是防火防盗 防火防盗工作 你们小区不会有吗 我们小区经常每天晚上 大概六点钟 就会有那个居委会的人 拿着大喇叭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气干燥 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搏一搏 搬车变摩托 天气干燥 为什么防火 天气干燥 这防火防盗不搭尬的 防火防盗是一个 天气干燥是一个 灌好门窗是一个 灌好门窗是一个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对因为天干物燥 小心他们着火 单纯的为了押韵 这是小燕子写诗的办法 走进一间房 四面都是墙 抬头见老鼠 抬头见蟑螂等 你看我每天不好好读书 一天到晚寄人家环珠格论里面 小燕子写了什么诗 怪不得我找到我读书不好的原因 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 对我就是那个反面教材 我读书不好就是因为小燕子 因为她读书不好 那天到晚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导致我的脑子都去接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 都是她的错 谢谢 希望你们永远开心的玫瑰花花 放假没少看环珠格格吧 其实 其实我不只放假看 我每年必看 小燕子是环珠格格呀 是那个你没有看过吗 琼瑶剧环珠格格 是环珠啊小燕子 我每年必看 但是我不看老环珠 我看新环珠 那个班杰明老外 你们知道吧 我每年必看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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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珠格格 如意传和甄嬛传 对 那个班杰 暑假一直在放第三部 老环珠的第三部吗 天上人间 甜心格格 古巨鸡那部的 那是天上人间 和那个黄毅演的那个什么 我们刚刚说的小燕子 守护甜心好看 古巨鸡和黄毅 还有马依丽 是黄 那个大眼睛的黄毅 黄 还有 黄色的黄 然后马依丽演的是那个紫薇 还有一个那个秦二是那个谁演的 也蛮眼熟的 不记得叫什么 我们十点半下吧 我有点困了 你们今天晚上几点装睡啊 你们能不能十点三十一分就睡 在一起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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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是你 谢谢白虎子老爹叉子帅的玫瑰花和巧克力 通宵啊不睡 看什么看比赛啊 跟日本又没有时差 通宵会掉头发呢 不能通宵 约了人打麻将 都要台风了 你不过还要出门打麻将吧 前天看我直播到三点半 昨天看对 因为我们最近排列到很晚 所以 猫睡了你们就睡 不然一直跑 你把关起来 那明天搬家 那要赶紧睡 我刚打了一个喷嚏 你们谁想我了 对今天好好休息之后 明天 明天 那我们明天一起 那我们明天一起 嗯 那到底是谁啊 你们赶紧决一个出来的 因为打一个喷嚏 是有人想 打两个喷嚏 是有人了 打三个喷嚏 就是着凉了 我刚打了一个喷嚏 肯定是有人想我了 你们 你们要不打一架吧 看看是谁想我了 退一位勇士出来 有点包袱啊 你也想汤城一瓶 汤城一瓶 汤城一瓶是 是那个 点进来就看见一个超级油腻的林佳一 哪里有啊 他们他们也说想我了呀 刚刚可多人就想我了 我都记着了 你们如果以后不想 不对 你们如果马上就不想了 我就 我就天天出现在你们的梦里 然后每天指着你 啊 今天 你还不想林佳姨吗 你今天还不想林佳姨吗 你今天还不想林佳姨吗 你赶紧想林佳姨 你快点快点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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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滑出去直播间 林佳姨不找 我跟札大尬吗 完全不大尬 不大尬不大尬 不对呀 我感觉我最近的刘海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这些事情真的蛮严峻的 在后面感觉要掉枚了 我说一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的刘海稀少了很多 就是 我怎么感觉他给出道的时候少了很多 是不是真的稀少了很多我感觉 感觉那个 是昨天是怕我两点睡 你四点 我昨天我昨天跳舞都跳到两点多了 然后琳琳娅 转转玩东西六点钟睡 我是感觉比出刀的时候少了一些 怎么办呢 拼个吃饭 拼毛囊 陈昭陈昭 人跟我一起拼毛囊 有没有 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拼个毛囊啊 对对对以前这里是看不见的 现在的能看出一点额头了 你们不觉得 你们不觉得那个就是 我就是怕他后面 变真 没有 然后 头上蝴蝶鸡好好看 上次也带过了 十点摩擦 但是十点钟还在排练呢 我们昨天十点的时候还在排 夏日三连呢 还在还在交夏日三连呢 夏天流还太多不热么热啊 但是没办法 对我们曾两天过的都是美国时间 好久没扎双马尾 双马尾 双马尾是我这种成年女性该扎的头吗 诶 这样是不是也挺可爱的 这个样我没扎过吧 没扎过这样 做两个啾啾 听到黑白鸽子群的眼眶湿 就黑白鸽子群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然后其实我们黑白鸽子群是按照日本的那个 我们是按照AKB的版本发的 好声音看的也是AKB剧场的那个排练吧 然后对 我没有照顾拉票的时候什么问题 那能告诉你 那不得拉票的时候再看 现在能告诉你 当然不能 啊 黑白鸽子群 其实这几首歌我都听过 青春哲学黑白鸽子群和剩下好声音我都听过 因为是比较以前的歌 春历头 是把猪猪扎在这儿吗 几点下班 十点八 三分钟就下班了 三分钟就下班了 不行我扎不了 因为我的头发太少了 你们看 我的头发只有一点点 扎起来太寒酸了 你们看 我的头发太少了 等会儿呗 怎么了 咋了咋了 前天一直说下班 然后拖到三点半 就感觉电台的时候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跟你们聊着聊着 跟你们聊着聊着呢 时间就过了 但是直播的时候吧 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时间会特别满了 再聊聊吧 你想聊什么呀 你们还想聊什么呀 没有话题 没有话题就可以聊 看起来挺茂密的 因为垫了发根 因为垫了发根 多吃芝麻 我妈妈就是教我多吃芝麻 就这么煎熬吗 没有 不是呀 不是呀就是 就怕没话题 但一直看着我 会看腻嘛 然后所以就想着 什么是垫发根 就是把你的发根垫 碰起来 就有些人的头 不是这样贴住吗 贴住就会显得脸很呆 然后呢 你把它垫起来 你的头顶上面 你的头顶上面 你的脸就会变小 最近心情不好 怎么不好 说出来让嘉怡知心姐姐 帮你解答一下 电台那几张图 不是更容易你吗 才没有啊 说出来让我跨了一下 我可不是这样说的 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怎么在你们的眼里 我装是这样的 我忙我的 你们看你们的 那我就把你们放在旁边 我刚刚也这样说的 那我现在就不是这样子 我心情这样小 我不是这样小 你们不要脏我 你们为什么要脏我呢 希望可以一直看到我就可以 那要不这样 我去打印一张我的照片 然后贴在这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故事太长了 是个有故事的人 看了这个故事 才112天 后面还有9乘以360 50多少 这是什么歌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歌 爱就一个字 会唱吗 不会 这是给我推的歌 给你买一下子 人生三分之一在这 前三分之一 前三分之一在官网 中间三分之一加入 后面三分之一还不知道 那你们哭吧 给点时间大家一起哭 落泪 开始 谁不哭 谁不哭 谁是狗狗 哭 谢谢我 我往后进来 不客气 谢谢你们 那个呜呜呜呜呜 是不是就有一点敷衍了 你看他们都是呜呜呜呜呜 你怎么可以呜呜呜呜 你太敷衍了 他们可能是因为刚好这样子 进来出去进来出去 哇哇大哭 现在 现在大家只是音音音音 怎么没有人音音的哭啊 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 你自己有故事吗 愿意说出你的故事吗 我一直滑掉 然后就在一直进来着 这歌我也很少听 不愿意 不愿意拉倒 不听了 音音的打出去了 怎么这么凶 音音的怎么打出去呢 音音的多可爱 音音的多可爱 音音我没看到 和一个 认识你 和你特别像什么都 不如说就读你的意思 算是灵魂契合的人 然后你们吵架了 逼了吗 想听我音音 我猛男人设可以音音吗 我走的是猛男人设 没有吵架没 就是 对 加班了 今天 听一听 出演CP 她的故事 她的难过 没有产战 没有B 那你们是慢慢的疏远了吗 被问了一个问题 不会是问 不会是问 你喜欢我吗 或者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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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可太喜欢听这故事了 就是 这个人 之前跟你是好朋友 你们之间性格很合适 然后呢 互相 又很能了解对方的点 但是 就是 你之前一直以为你们是朋友 结果 他今天突然问你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就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但是呢 混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听听 听听他们的故事吗 大家也可以 给点意见 我没有不对劲 就是 以前我从来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自从我进团之后 我慢慢的为了这种东西 每次也不需要说很多就是很舒服的存在 就是你一转头 他又刚好在 就比如说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 但是 你们互相又不是属于那种天天陪伴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天哪 突然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有做那种知心访谈节目的潜质 大家有什么有什么难过的事情都可以投稿来告诉我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能力帮大家解答的 小生是女犯 对啊 就有时候你很当 然后你也没跟他说我不开心什么的 然后他能察觉到你情绪的低落 是这样子吗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 是什么样的呢 你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比如说你想象一下 倘若你们真的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倘若你想的都是好的东西 我觉得就 就可以试试吧 继续做朋友也会更严 那倒不会吧 但是可能我觉得心里会有点芥蒂 就比如说 这个人他说过喜欢我 但是我好像又不喜欢 我很有经验嘛 我这么多言情小说是白看的嘛 我这么多言情小说和我相续是白看的 你觉得这辈子应该是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 那就是错过了会很可惜 然后 那就 那你就答应他呀 天哪 我答了几个 我只是言情小说和我相续看了多好 这种不都是 这种不都是套路吗 他们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的回答你跟他说的就是 就是说 他肯定是问你 你是不是 他说你喜欢我吗 然后你说喜欢 但是就是你喜欢他 你也觉得灵魂上很契合 但是你现在不是很愿意跟他在一起 对脸红了我天哪 我 第一次有人跟我询问这种 这种恋爱问题 第一次有人跟我询问这种 跟偶像剧一样的恋爱问题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还可以给出一点印记 不是不愿意 你就是怕 我懂了 谢谢我对象 不对 这个时候送玫瑰花是不是有点习惯 这位朋友 谢谢我对象的玫瑰 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就是 你也没有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你只是 你是不是怕 就是 一开始你们很好 然后到后来你们就不好 不好之后 然后再分开的话 也做不成以前那样的朋友 然后 然后你心里因为前任受过一些创伤 所以你不太敢迈入下一段感情 是这样子 我天哪你们不觉得我说话 我太厉害了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我的 我的人物设定 你是不是叫哥哥不喜欢你了怎么办 这是林嘉宜错 对不起 因为林嘉宜骂他 把他骂走 你们这样就很好 你不希望这样的关系被破坏 就是你也挺喜欢他的 那你也觉得你们之间相处的很开心 但是就怕 那你们现在算是 有情以上 恋人未满 就是如果他出了这一步 你们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切出去了 我们在聊这个粉丝 他的那个 什么 脱单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现在有点生气 我现在有点生气 那我前面的分析是 我前面的分析的意义就是 我在乱我 我没有意义我说了一大堆 我 我好生气 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就感觉 这个人 当时说喜欢你 是不是觉得 是不是觉得那个 然后需要你的时候来找你 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是开心的时候不来找你 不对 分了吧 人家没在一起 就是觉得他 那个怎么说 这样怎么说就是 不开心了能想到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但开心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人不特别了 就觉得他在你心里的位置没有这么重了 是吗 我分析的是女生还是男生 女生吧 就跟小偶像一样 怎么你又带入了就又 就是你觉得他 在你心里已经不是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然后你 他与你而言 也不像之前那么特别了吧 是这个意思吗 我怎么都没分析什么 好生气啊 他明明前面说了喜欢别人 他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啊 他喜欢这一个还能跟另一个在一起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好生气啊 该投票了就想到了粉丝的好 平时不投票的时候 就不理你们是这样吗 就感觉什么变了 就感觉变了 变了一样就不特别了 那他跟别人他脱单的时候你难过吗 就是他脱单的时候你不开 你有不开心吗 你会很伤心 有伤心吗 还是祝福啊 谢谢我对象的玫瑰花 好奇怪啊 我现在有两个有两个故事线 一个就是他一开始 就是跟你说可能也只是没有这么认真吧 还有个故事线就是因为得不到你 然后他又找了一个你的代替品 所以现在应该故事是哪一个 谢谢诚哥的巧克力 感觉就像是为了不想一个人才找了对象 好所以那你会不会觉得他一开始找你也是因为他想谈恋爱了所以他在跟你说 就比如说身边正好有跟你这样的存在 身边正好有一个聊得来的这样的那个 我也觉得有种有种被当被胎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 是因为这点才找的所以你觉得不特别 嗯 这种事情 我好像没有在电视剧里看到过怎么办 有没有过来人帮帮他 有没有过来人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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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说 就是你可能就是 等一下 我要怎么说 BGM好天气呀 这要很久以后 大概就是 忘记忘记要说什么了 我觉得 我刚才我想想到了一个点 让我忘记想说什么了 嗯 我现在好贼美手眼 神下姐买游戏 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一开始在你心里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因为觉得这个人跟你 就什么都不用说 就会很懂你 然后呢也跟你很契合 但是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导致你 对他 就他在你心里 就没有变 就没有之前那么好的吧 是不是 就是没有之前 你觉得他 之前你觉得他很好 但是现在你觉得他没有之前那么好 是这个意思吗 我应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可以同学 真小偶像 是什么 是什么 知心姐姐姐 节目 我觉得我适合走知心姐姐 这就行 我以后都要 我都要 都要大波浪 然后穿着连衣裙 这样做 这首歌叫 我们都在 我们都在爱情里 少一点天分 所以才跌跌撞撞 满身伤痕 总是要耗尽眼泪 痛心的上了一刻 才知道 才知道什么 要割舍 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 才发现 世间有太多的不舍 舍不得 错过了一个队的人 谁晓得 就是感觉变得普通了 他在你心里没那么特别了吧 这种事情就是 也没有办法 可能 可能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人吗 生活吗 认识好几年了 就是这几年里面 他都没有谈恋爱 就没有找对象 就是在跟你 跟你说完之后 没没几天 他就 他就找 他他就他就脱单 他脱单完 他我跟你说嘛 他跟你说爱我脱单了 他有什么跟你说 大学毕业前不想谈 专注学业 下次不敢经意谈恋 一个离谱事 有个女的 有个女的因为追小偶像吃醋 分手以后自己追星 那之前因为你你追小偶像吃小偶像的醋 后来分手以后自己去追小偶像 就突然说 在一起的几天后告诉你 哎呦 要落泪了 这个吧 就是 但是 可能是不是你自己给他心里加了很多层的滤镜啊 所以导致你觉得他 很好 但实际上他做出的 他做出这件事情之后 让你确实感觉蛮那个 蛮那个 谢谢 谢谢 童有 X的一批 表白的 还是那个和他表白的 你用某人的语言去就是没几个正常谁说的这句话 谢谢 希望你能永远开心的玫瑰花 啊 你现在的感觉是不是你错过了当时 他跟你说 我们在一起吧 你如果当时答应他了 就是你是不是在想这个 晚安 可以通过相亲 相亲相亲好像一上来 你家有车吗 你家有房吗 你家几口人 不过确实如果这么多年了 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应该很早就在一起 两个人为什么都不戳破呢 就可能真的 真的是有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吧 就是属于 就是他没有脱单的时候 他想在你身边可以成为你 不开心的时候的一个那个 那种 那种 嗯 倾诉的那种 存在 但是因为他脱单了之后 你很多事情不能跟他说 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把关注点放在你身上 然后 就导致他在你心里不那么特别了 是吧 然后你买单相亲这也是 好 那首那叫友达 哦 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是吧 我一直以为 我这么多年都以为是 友情以上 恋人未满 也许未满我放一 友达是日语朋友 他好像没有SHE版本的 我为什么懂这个 因为我看了很多小说和电视剧啊 我还 你们忘记了吗 我经常说我很喜欢看抖音里面的他们拍的那种片段 我好喜欢看 然后每次看完就开始哭 谢谢傻子的影片 祝福 对 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不容易 这辈子能遇到几个 就比如你们遇到了我是不是 这辈子能喜欢多少个小箱 碰巧我就出现了 然后我就用502把你们粘住 你们要是想跑的话你们就得脱一层皮 哦 日语的朋友 你一直以为是 偷妈的 偷 偷妈 大鸡 什么东西啊 也就几十个吧 我和我的 你和你的300多个推 就觉得从事只需要30秒 比如一个自我介绍 对 就是下了本来想下但是解决了一个朋友的 解决了一个朋友的情感问题 脱摩哒机是朋友们的意思 那 脱摩哒 就是朋友 因为按照中文的方法 把朋友们把闷去掉就是脱摩哒 脱摩哒机是朋友们的意思 那么脱摩哒就是朋友的意思 是这样吗 脱摩是朋友的意思 但是那个搭的存在是 那那个搭的存在是 那那个搭的存在是 是闷的意思 脱摩是朋友的意思 脱摩是朋友的意思 所以连在一起是朋友们的意思 是这样吗 我以前就玩过脱摩跟子 我以前就玩过脱摩跟子 哦 那你们 你们的后面也是搭机 然后就是你什么 你搭是这样吗 我还会举一反三 因为我有点厉害 日语课了 不知道的朋友们以为我在说温中话 谢谢知心妹妹 不客气 你不要不要太那个了 就是也许这几年的陪伴没有让他 就是也许后来他慢慢的远离了你的生活 或者没有再像之前一样陪伴你 但是你后面还会遇到 后面还会遇到 对你后面还会遇到 快乐吗 这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发现了 让我发现我自己的另一面 比如说很会说鸡汤可讲大道理 不过还是会感慨一下 如果放换作是我的话 我应该也会感慨一下 吃醋分手 自己去追星 然后你出坑了 谢谢我对象的讲 你这个故事是蛮离谱的 因为追星分手的文 蛮少见的 郁语我还会那个呢 会有点感慨 有点感慨 还有那个 虚美是什么 我巴桑是爸爸的意思 就是追星的话 你可能有一些时间 如果谈恋爱的话 可能有一些时间会冲突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吃醋 我巴桑是大妈的意思 怎么还会有人 带自己是大妈的意思 大妈呀 大妈 对啊 比如说你们现在看我 看我直播的时间 如果谈了恋爱 你们就应该像刚刚 之前那个朋友说的 抱着人家玩打游戏了 我不会让我的粉丝爬的 我对我的粉丝们都很好 他们呢 都是我的小宝贝 追星哪有空谈恋爱 这两个是相互相互那个的关系 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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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